Hello大家好,今天又来做一个爱马仕开箱 然后主要是来对比一下我的两个都是奶油白的包包 但是一个是山羊皮,一个是Epsom皮 然后我就先来开这个吧 因为这个没有在视频里面开过 这是我之前拿的一个 然后康康是没有雨衣的 像Burkin和Kelly里面都是有雨衣的 但康康没有 Lindy和Millie Boley也是有雨衣的 然后这就是我新拿的一个康康的Epsom皮 然后奶油白 这个太晃了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拿康康 其实之前我的Sales有offer过我几个康康 我都不是很喜欢 我就没有拿 因为我Burkin和Kelly已经有了嘛 我就很想要一个康康了 我之前是跟他许愿的时候 我想要一个灰色的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拿到我 从我的Sales那里拿到我灰色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觉得灰色特别难拿 只有那种VIP才能拿吧 然后最近的一次把他offer了 我一个西翼皮的康康 但是红色的 如果是黑色我可能就拿了 但是红色我真的 对于我现在的年纪 我真的用太少了 但我知道西翼皮非常非常的难 纠结 但是它是红色配金扣 就有点太富贵了 就不是我的style吧 因为是我生日嘛 然后后来他就 在下一个月的时候 然后offer我了这个 奶油白的 如果我没有那个 另外一个奶油白的包包 我会非常开心有这个包 但是因为我有 两个奶油白的颜色了 我其实心里面是很纠结的 我当时其实是想把这个包除掉 或者把那个奶油白的包除掉 其实我也没有几个白色的包 如果有两个白色的包 我觉得OK的 就像我黑色的包有很多一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是爱马仕 然后就觉得 好像就算是白色也可以走 比如说奶昔白奶油白 然后冰川白 就不一样的白色 就感觉 多用了一个包 但是却没有多收集一个颜色的感觉 但是因为这个包 它是Epsom皮 我没有任何Epsom皮的包包 我只有一个Epsom皮的钱包 然后康康我其实是非常想要迎扣 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H很大 就是我有点hold不住 所以我其实更希望 至少我的第一个康康是迎扣的 如果之后再拿灰色鞋 或者怎么样 拿个金扣 或者说玫瑰金扣 我觉得可以 但是如果是日常的话 我想不那么高调的话 我想要一个迎扣 其实白色特别百搭 就是我这样超美的 就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点 康康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 然后这个包 就是它是可以这样抽出来 然后作为一个鞋胯 鞋胯的位置也挺好的 就不是特别的长 也不特别短 就挺中间的 然后我身高是166嘛 然后这个包包的容量 因为这个包还没用 我连膜都还没撕 然后这个膜 我可能会把它撕了 然后贴一个膜 因为他们说这个扣 是很容易抹花的 就会有那些痕迹 我其实当时是想要一个特殊的扣嘛 比如说西医皮的扣 或者说法郎扣 但是 就可能也不是我想就有的呀 然后康康的打开方法 我看网上是说就这样打开 就不要去扣这个地方 看习惯吧 然后打开以后 打开以后里面就有两层 然后前面这个稍微薄一点 后面这个稍微扣一些些 然后里面是SWIFT皮的 然后也是奶油白的 不是拼色 我看有些是拼色 但是我的不是 因为我之前一直很不喜欢Epsom皮嘛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假假的 有种塑料感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包还好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这个康康的Epsom皮 摸起来更软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做的更薄还是什么 因为白色在视频中很难拍 因为它总是曝光 然后它的纹路是压纹压上去的嘛 然后Epsom皮虽然说它是耐用 但是一旦它如果有了什么刮痕啊 或者一些小伤痕 其实是很难修复的 就不像一些 比如说TogoSWIFT皮 它如果你用了几年再送回去修复 有可能你可以修复到原来 就是如新的样子 但它确实就是对形状啊 那些保持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康康是一个拿Epsom皮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 当然康康还有Evercolor皮 还有山羊皮 还有SWIFT皮 然后我很喜欢康康的奶油白 是因为它的油便是黑的嘛 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中二的感觉 就好像在画漫画 然后画漫画的时候 不是都会描一些黑边什么的嘛 我就觉得反而这个黑色的油边 在康康上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困扰 然后另外一个包是Mili Boly 然后这个包是我已经用过了 也给大家开箱了吧 然后Mili Boly里面是有一个雨衣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设置这个雨衣 因为我有一个Kaliado嘛 Kaliado也没有雨衣 我搞不懂它弄雨衣的那个点在那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那个Mili Boly 然后它也是奶油白的 然后它是山羊皮的 然后山羊皮抹起来就真的很舒服 而且它非常有光泽感 这Mili Boly我已经拿了几个了 然后黑色的我出掉了 因为我真的黑色的包太多了 特别是如果之前大家买香奈料的话 也知道就是香奈料基本上都会出黑色的包嘛 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很多黑色的包 黑色的山羊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黑色的山羊皮 那个光泽感真的是bling bling的 就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先拿到这个包的嘛 还没有拿到康康的时候 我拿到的时候是很满意的 因为我其实不太想要一个粉色的Mili Boly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粉色啊黄色啊什么的 我好像不太喜欢啊 我之前就很想要一个奶茶色的 对 然后它的容量很大不用说 然后它里面还配了一根肩带 也是一样的皮肩带 它的两个磕磕在这里 你也可以自己换你自己想要的粗肩带啊 或者说我有时候会换珍珠的肩带 就会让它看起来跟女人一些 如果就只是这样拿的话 其实还是蛮休闲的 然后它里面也是sweep皮的 然后我里面给它加了一个内胆包 因为它里面是sweep皮的那个白色 我就怕它弄脏嘛 但是因为康康那个包 内胆包有点不好弄 因为我觉得康康那个包就是比较的方正 然后比较小 我就不想用内胆包去占它的容量 我到时候再想一想 需不需要给它买一个比较合适一点的内胆包 还是怎么样 因为康康的内胆包 我希望它就是很贴才行 里面的容量非常的大 如果你放一个手机进去 然后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这个是比Mili K的容量大的 而且这款包是1923年初的第一款 有拉链的包包 到明年它就100年了 所以这个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你觉得小号不太适用的话 你可以去买它们的2527 这是日韩博主很喜欢买的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知识性 然后非常的直场 然后我妈就喜欢小可爱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装嫩的 其实我当时其实真的想的是 我如果要留下那个康康 我就把这个除掉 如果我要留下这个 我就把康康除掉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 但我现在其实有点想 两个包都留下来 两个白色的包包确实挺稀有的 然后对于我来说都很好搭配 也很适合我 然后这个山羊皮的包包呢 它是配的金扣的 所以说它也跟我的这个康康 不一样的地方 就这个康康是银扣 这个是金扣 然后这个是Epsom皮 这个是山羊皮 所以对于我来说 其实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只是颜色一样 然后可能视频里面 大家看不太清楚 这点我非常抱歉 因为它就是白色 很难在视频里面显出来 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稍微注意到 就是Epsom皮的康康 对于我来说 它的奶油白更加的白 白透的感觉 但是如果是放在山羊皮上 它就更偏暖 就是山羊皮 它是有气孔的 你仔细看的话 它会有一些小气孔在上面 更细节一些 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山羊皮的 而且也很难用 然后它的肩带的长度 对于我来说也挺合适的 但是像这种包包 就是可以 又可以斜跨 又可以手提 然后也可以就是单肩背 就多用性非常的好 而且也很能装 这包包我觉得很可爱 很Q 单独这个包 其实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纯 但是如果你在搭配不同颜色的挂件 你就可以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 棕色系啊黑色系 其实都没问题 好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关心 配货的事情 但是因为其实我配货 并不是我 就是当天去 当天配 所以我很难算我的配货 而且我是就是积累下来的嘛 其实我觉得积累下来那种 就像你贷款买房 就你是一次性付这么多 你有这个房子 然后你贷款的话 你是分开付 就可能对你的经济压力要少一些 但是其实他出的钱并没有 就是你当天爆出来去砸钱 出的少 因为你是累 每个月累积下来 其实也是蛮多的 这都看运气了 爱马仕 然后像咪里博利 我知道的是 反正我是配了货的 而且一直在这个房子买 我已经拿了Burkin和Kelly了 咪里博利我都需要等很久 才可以拿到 而且我需要一直问一直问这样 可能是我真的不够格吧 我看见有人零配拿的 我觉得真的运气很好 但是我觉得 我这反正是不行 零配肯定是不行 然后像康康就更不用说了 然后我觉得康康是这样 我觉得之前拿康康的时候 会比较好拿一些 因为之前 Sales offer我康康的时候 好像我记得是 我并没有配他的货 但是当然了 那个颜色也不好看 也不是说金刚色什么的 但是有一个他都没给我拿出来 然后我就拒了 我现在很后悔 但因为我之前真的不喜欢康康 我就不喜欢这个大H 我现在真很后悔 为什么在低配的时候不拿 真的 我觉得曾经拿过低配康康 或者零配康康的人 是不愿意去配货康康的 我真的理解 但是现在真的康康的产量 真的变少了 我觉得甚至店里面 Burkin和Kelly还更多 康康还更少 好像是说康康也算 court bag了 这个是看各个地方不一样 但是这个康康 其实我也配了蛮多的 而且还是我的生日 而且我的Sales 其实知道我有一个奶油白了 我不知道他是装傻 还是说他忘记了 还是说他就觉得 这个颜色很适合我 也有这个可能 好吧好吧好吧 我每次拍爱马仕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开心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觉得 我觉得有很多人 会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人生嘛 就是来玩一场 就好好玩 然后好好享受 然后你们可以告诉我 Absent皮特康康 和山羊皮特 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是不是很难选对不对 不是我的问题 对那很难选 我们下次见呢 拜拜